这一集我们要讲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地点发生在加州 讲述一位高学历的地狱房客伊丽莎白·赫西霍恩 英文名字叫Elizabeth Harshurn 如何霸占一栋洛杉矶大宅 占为己用达575天的过程 而且没有缴一分钱租金 伊丽莎白·赫西霍恩现年55岁 她早在2021年9月以租客身份 乘租南加州布伦特伍德的一间Airbnb客房 乍看稀松平常 实际上这是房东萨夏约万诺维奇梦魇的开始 因为从第一天起 伊丽莎白·赫西霍恩就没离开过 一待就是575天 直到2023年11月3日被警察驱逐 事情才告一段落 霸注布伦特伍德的豪宅不走 伊丽莎白·赫西霍恩理直气壮 她先是以新冠疫情缘故拒绝搬迁 接着又指控房东非法建造淋浴间 编出各种不走的理由 当房东萨夏约万诺维奇忍无可忍 要强制驱逐时 赫西霍恩提出反告诉 要求支付一笔十万美元的搬迁费才肯走 这也为他赢得地狱房客的绰号 出现在报章媒体 直到日前 洛杉矶警察终于出动护送这位地狱房客离开 当天还有三位陌生男子协助搬行李 只不过 伊丽莎白·赫西霍恩扬言不会善罢甘休 未来还要找理由再搬回来 萨夏约万诺维奇跟媒体表示 这时刻等得够长了 现在人终于走了 他说感到非常欣慰 却也有点不知所措 萨夏约万诺维奇的确怕到了 因为伊丽莎白·赫西霍恩找了个律师阿曼达·西沃德跟媒体放话 指班间是暂时的 且指控房东在骚扰他 西沃德还补充解释 伊丽莎白·赫西霍恩与他讨论过对持续骚扰和监视的担忧 以及希望修复一些需要的事物 西沃德声称 房东无权换索或假定物业被遗弃 这也是够令人瞠目结舌的了 萨夏约万诺维奇说不会允许这女人再次返回 她随即要去法庭恢复住房权 她愤愤不平说 这位女士没有羞耻心 搬出去后还成功找到了一个新豪华公寓 就在洛杉矶市中心 该公司每个月租金3600美元 内部家具齐全 有一个游泳池 屋顶网球场和健身中心 每一间房都有一个私人庭院 萨夏约万诺维奇无法相信她在媒体曝光后 身为一个连环诈骗的嫌犯 居然能在洛杉矶租房 这的确令人不解 这位麻州长大 哈佛大学毕业的才女士 如何通过美国的信用检查 她过往有丰富的诉讼记录 曾住亚利桑那州和纽约市 二十多年前 就曾在威尼斯海滩一起租房纠纷崛起 她对房东提出有毒煤气炉的指控 2010年以侵权告一位作家 2017年再打一场车祸官司 两年内又与她人闹民事诉讼 2019年9月她租了一间价值260万美元的海湾小屋 不到两个月 以卫生问题拒绝付租金 耗在那里住了18个月 直到2020年8月被驱逐 双方又于2021年7月和解 与美国运通方面 也曾对簿公堂达18个月 双方为多达1万9千美元的账单纠缠 她因美国运通未偿还她被刷卡诈欺的损失 拒付卡费 现在房东约万诺维奇 还要就基欠的租金透过法律追讨 伊丽莎白赫西霍恩透过律师表示 她不必付租金 而且应该退还她最初付的1万9千美元押金 因为这一间价值350万美元的豪宅是非法单位 过去人们常说恶房东居逐房客 在美国却有能强住快两年的地域房客 你说奇妙不奇妙 伊丽莎白赫西霍恩相当聪明 而她擅长与人斗法的本领 再在显示她哈佛大学的学位真材实料 只是要我们一般人跟她打交道 只怕是吃亏的份 若你见到周边有人动不动拿法律条文出来理论 建议赶快闪远一点 你可能真的遇到了高手 对美国的人事务好奇吗 记得订阅加州乐志 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hit like 然后请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谢谢拜拜